今二十六日早上八十四十六分 大维基运街二至八号海福花园对开 明老翁已舍行人天桥不用 在基运街横跨四条行线 由右至左行至往美田路方向漫线 被移步时的旅游八壮岛 八十六岁姓胡老翁当场倒地 盘古重创 后昏迷不醒 救护员街报将他送运抢救最终部 现场一下施主的拖鞋 警方经调查后拘捕姓梁 五十四男司机设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意外现场位对上便是行人天桥 距离五十米外有行人过路处 照旅游八为香港航空的公司车 负责接载员工上 据车上乘客谢先生表示 有人见到阿博市主油面线行过里 毛用行人天桥 当时旅八车速非常 司机一号清醒 阿博被旅游八转倒后 当时重轻 有反应 时转身 谢先生本身有教授空中服务员 救法的资格 他曾为市主急救 其后救护员到场 由他们接手处理 当我上返车 就见到救护员戳 去市主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我居然是在智子里面线行过 我居然是在智子里面线行过